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今天还是按照约定的今天上来帮大家上课 那下礼拜开始我也会在家里上班 但是大家不用担心所有的联系方式都是跟原本都是一样的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周我们的检讨总结 我们第一周检讨了这些事情 那我不确定大家在上个礼拜上完课之后 有没有再按照我列出来的这些内容去做一些基本的调整 因为我觉得其实每个礼拜呢我们都有需要调整的事情 所以请大家呢每个礼拜我们做完总检讨之后呢 一定要去修正你这个礼拜产生的问题 要不然第二周第三周陆陆续续来 你就会发现你会开始跟不上 因为你要修正的事情太多了 好 所以呢请各位呢 第一个去检查一下你第一个礼拜该检讨的事情 你自己有没有做完检讨 然后呢如果你第一周第二周的作业还没交的就请你赶快交 你不会一天花10个小时刷牙 因为你每天可能只花20分钟 早上刷一次下午刷一次 所以呢你既然不会花一天花10个小时来刷牙 那你就不会想要到月底才把所有的功课交出来 好 每个礼拜呢我们该交功课时间呢 就请各位把功课交出来 因为交功课呢其实就是诚实的面对你自己的问题 然后诚实的去了解我们还有哪边要做检讨 好 就像我第一周讲的没有人是100分 所以就算你这个礼拜只做60分也没有关系 重点是你要去面对你的问题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第二周我们要交的作业是这一些 好 那当然我在作业题上面 我并没有要求大家去告诉我你有没有去做角色扮演 如果你没有的话我希望你可以去做 因为我发现很多人回馈给我的问题就是 不知道怎么继续讲下去 或者是不知道怎么样继续的去跟老板做交谈 那我觉得其实这个在角色扮演当中 都你可能都可以找到一个持续去聊天 跟开发需求的一些方式 好 所以我希望大家 虽然现在在疫情期间我们不能出门 但是我相信各位伙伴在你们的团队内 一定都还有一些小call或大call 好 那不管是跟谁 我觉得你都可以利用line啦 或利用这些线上的软体 来跟你的伙伴做练习 或是你自己跟你自己练习也可以 好 那么你有没有联络完 你前十位的潜在销售对象呢 我看到的回应大概有一半一半 有一半的人呢有做到有一半人的没有 好 那当然也有伙伴写email问我说 哈 那可是现在疫情我要怎么联络 我现在有太多的这种工具 你可以去做联络了 好 我们待会来跟大家整理一下 再来你有没有联络你前五位 潜在的事业招募对象呢 好 我发现这个这一题还蛮多人写没有的 好 那我跟大家讲的是说 大家不要忘记就是网络中心 其实只是我们超连锁事业的一个主修 好 那你的重要的工作 还是在建立你的超连锁事业 我想这件事情大家还是不能忘记 我们只是透过零售这个方式 可以再去物色一些 适合加入我们团队的伙伴 好 各位要记得这个想法 那每个礼拜呢就是请各位在 礼拜三 每个礼拜三的中午12点以前 请你去提交这个上一周的作业 因为我会根据你们各位提交的内容 跟你们反馈给我的 比方说评量表的 这个自我评估表的里面所反映的一些问题 我会把它整合到当天晚上的作业 当天晚上的课程里面去 好 那如果有什么状况 你需要跟我做讨论 或者是你希望用写的方式跟我做反映的话 你也可以发信到websenters markamerica.com这个信箱 那这边呢我就会来看看 还有什么问题我可以来做一个整合的 好 那第二周我看了大家的作业 那也看了大家给我的回馈 然后还有各位所做的事情 我还是必须要讲 有一些伙伴呢 非常认真的持续的在做一些自我的追踪跟跟进 那待会课程结束的时候呢 我有做一个表单 那这个表单我觉得大家可以 如果说你现在手上没有一个比较有规则的表单 或者是你还没有做一个比较有规律的跟进的时候呢 你可以利用这个表单来做 那如果说你自己手上已经有一个 像我看到有好几个伙伴 应该是我们讲是余婷的伙伴 你的伙伴都有写得非常清楚整齐 而且自己都会去列出每一个案件的进度 我觉得这做得非常的好 所以我这边在提出 特别提出来跟大家分享 那如果说你自己手上没有建立这样的表单 然后你也不知道要怎么做 那没有关系 就是你们可以利用我等一下提供给你们这个表单 你们自己去做一些更动 然后去做一些应用 最重要的就是我希望大家能够 我们第一个礼拜列出来的那60个名单里面呢 我希望在课程这个竞赛结束之前 你们每个人都有机会可以去联络到这60个业主 那当然不是说叫大家一个月之内联络60个 这太辛苦了 但是呢你联络过的人下一个进度要往哪里去 你自己其实要非常的清楚 所以等一下呢 课程结束前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今天早上帮大家做这个表单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从这一次的回馈里面我看到的问题 那如果说里面有一些问题是我没看见的 你想跟我讨论也可以 或是待会在课后 你也可以用打字的方式提出来 我们来做讨论 好首先我发现大家就是 有一些伙伴呢 还是持续的在增加名单 如果你第一周已经写了60个名单 理论上你现阶段 你第一阶段名单的人数应该是够的 好那你就从这60个里面呢 持续的去做开发跟联络 我们等一下今天也会再来讲一些联络的一些重点 那如果说你到目前为止 还写不到60个名单 我希望你可以继续的去增加名单 那增加名单的方式 就是如同我第一周帮大家做的检讨 你必须要透过各种不同的方式 再去开发更多的名单 那我其实也有发现 有一些伙伴他比较倾向你去开发陌生名单 那我还是要再讲一次 其实开发陌生名单不是不行 但是这样的方式你要花更多的时间 跟花更多的功夫 而且某种程度上开发陌生名单 对于你团队内的伙伴来讲 他是不能复制的是因为 有一些伙伴他过去可能没有销售的经验 他没有业务的经验 他对于陌生名单的掌握 甚至于对于陌生名单 人选所提出的这些问题 他是没有办法掌控的 那这个其实对于后面 有一些比较资钱的伙伴或是经验比较不足的伙伴 他的失败率会非常高 那失败率很高的情况之下 其实就很有可能 他很容易去放弃 所以各位在开发陌生名单的时候 还是要注意一件事情 我们在201的课程里面有讲到 陌生名单开发来 他要到结单要花的时间 至少是你现在成熟人市场里面 我想大概至少三到四倍以上的时间 因为你光前面要跟他建立关系 就要花很多的时间 所以如果你想要开发陌生名单 不是不行 但我希望你可以去掌握一下 你名单开发的时间 因为我上礼拜有讲 每个人只有24小时 你不可能24小时都在建立关系 你一定要做一些别的事情 所以一样的 在你的团队内 你有没有可能跟不同的主秀的伙伴 去讨论 去做名单的交换 我觉得这件事情 反而是我觉得各位伙伴 在你们团队内 可以花比较多时间做的一个工作 互相的去交换名单 好 再来 上个礼拜我有看到 很多人的执行力 其实还需要再加强 就是说 因为可能这个礼拜 实在是变动太大了 然后一下停电 然后一下呢 就是疫情又一直不停的 在烧 所以可能大家的专注力 或者是业主的专注力 可能没有办法集中 或者是他必须要先去处理 他眼前 比方说常常断水啊 停电啊 甚至于 因为疫情的状况 导致于他的营业时间 或者是他现在营业的状况 必须要做更动 好 这都没有关系 因为可能这礼拜 真的状况比较特殊 但是我希望接下来呢 我想 疫情这件事情 短时间之内 它是不会消失的 所以慢慢的 其实这样子比较紧张 还有就是比较 没有办法控制情况的 状况之下呢 其实它会慢慢的 慢慢的会沉浸下来 但是呢 各位也要知道 就是说 因为目前 假设政府下一步 来到了封城的阶段的时候 到这个阶段 我们自己也是要 有一些因应的措施 那业主当然也是需要 所以我想在 这两个礼拜的执行力 就是联络执行力 这一件事情上面 大家要保持一个弹性 但是不表示我们 可以因为这样就不去做 好 有些伙伴会跟我讲说 就是这礼拜很难 联络业主啊 这礼拜业主都很忙 因为可能因为疫情的关系啊 讲不到话 好 那 我刚刚前面讲了嘛 你有60个名单 对不对 这60名单都有同样的状况吗 不见得吧 好 所以呢 还是回到原本的问题 如果你的名单量不够大的时候 你的行动力就会出不来 因为你怎么联络就那10个人 好 但是如果有60个名单的伙伴呢 你的选择就更多 这就是我们讲的这个 我们捕鱼的一个状态 你在一个很大时长里面 能捞多少鱼 这些鱼捞起来你才有得选 如果你捞的鱼不够多 你连选择的机会都没有 好 所以 你的名单数量 绝对会影响到你的执行力 跟你的执行的力道 好 好 那如果说你上个礼拜 没有进行角色扮演的话 没关系 看你要不要这礼拜 找个时间 自己跟自己做角色扮演 反正我们也不能出门 所以 你可以做的事情非常的多 我要跟大家讲 能出门做的是很多 不能出门做的是更多 而且 我发现 像我自己在家上班 我的专注力会 其实是会提升的 因为就不会一下有电话来 然后一下有同事走进来问我要不要订饮料 或是一下有同事走进来问我要不要订便当 就没有这样的干扰 所以其实这个对每个人来讲的状况是不一样 那当然如果你家里有小孩 可能就另当别论 好 那另外一个呢 我们看到的问题就是跟进的意义问题 因为可能上个礼拜我们有做了大量的联络 那大量联络结果当然就会产生 产生非常多的意义问题 这意义问题包含什么呢 包含价格 包含可能我们是不是要进一步的利用一些行销的规划 引发老板的兴趣 这怎样我们后面会来讲 因为我发现有一些伙伴有去联络业主 但业主的反应就是像我刚刚讲的 然后可能给大家的feedback 就是我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现在很忙没空谈 或是我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想要暂缓 大家有没有听过这种 因为疫情要暂缓 我跟各位说 要因为疫情要暂缓的老板呢 真的就傻了 因为呢 你现在只能够继续的往线上去规划 你已经没有第二条路了 好 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真的是对于老板来说 必须你要提前部署 你再不提前部署呢 真的可能你生意会做不下去 好 再来呢 我等一下会跟大家讲 怎么样多多去运用我们的一些资源呢 再去跟老板做一些跟进 当然我刚刚讲了 跟进的情况之下 你也必须要老板就是能够静下心来听你讲 因为现在事情实在太多 时不时台电又要断电 然后一断电之后老板可能又没有办法跟你联络 真的是非常的麻烦 好 所以呢 我们一定要在这种非常时刻我们更要专注的去掌握任何一个我们可以运用的时间把所有该做的事情做好 好 再来我觉得这一点我还是要留着不停的去落实修正诚实的去面对自己的不足 好 那我要跟大家讲的是说其实在回馈的内容里面我有看到有些伙伴一直对自己喊话说我要做我要做我要做 可是我都没有看到你告诉我你要怎么做 好 如果你有写类似这种喊口号的这种回馈的伙伴呢 我希望你下礼拜可以告诉我你做到了什么事情你解决了你什么问题 我希望你可以告诉我 好 那就是这礼拜的呢我看到的一个总结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根据这些总结呢 还有结合到我们今天的课程内容呢 我们今天还是要来从联络跟咨询这两块去下手 因为我们有这么多名单要联络对不对 那我这礼拜我也看到了大家有些联络的成果 当然可能不一定都好的 那也有一些很好他可能已经因为联络 大家找到预约到销售会谈了 甚至有卖出网站了其实我都有看到 好那做得很好的伙伴呢我希望你可以持续的下去 因为我一直讲做生意我们做这门生意其实就是一个马拉松 不是短跑我们不求三个月之内要卖20个网站 但我希望你可以在一年之内卖20个网站 好所以呢我们继续的来看 我想要把这一次我看到的这个案例的回馈呢 把他带到我们的课程内容来 像这一次呢就我们南区的有一位讲师啊 他写上来的反应就是我刚讲的 就是说哦他联络了大概五六个老板吧 那里面大概可能有三分之二以上的老板呢 都回馈他说哦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真的没有心思去谈啊我要想要等到疫情过后再看看 好那当然我们要预约咨询或预约会谈主要就是解决他的问题嘛 对不对那到底第一个老板他有没有心思要把这个生意放到网路上去做 或者是他有没有能力这样去做好这分成两个 一个是他有没有能力去做跟他可不可以去做 这是不一样的 有能力的意思是说他懂着他懂这是一个趋势 我要讲的就是这已经不是趋势 这是一件你要做的事情了啦 好那我其实有发现啊像我自己啊 就是在外面买东西的时候 那有些店家他是不是就会跟你讲说 哦你如果有追踪我们的粉丝业 我现在就可以给你打八折打九折当VIP对不对 好我自己有遇过这种店家 那当然要打折我就加他加他脸书咯对不对 那我就去追踪他咯好 不管我平常有没有在看 但是至少当下他就给我打折了 那我就发现一件事情 很多这一些我当初在街边店买东西的业主 因为疫情的关系 其实他们非常快的就已经转换到网路上去做销售了 因为现在不会有人去逛街了 然后呢我也不可能去店面看他的衣服 好那这种老板其实他就是超前部署 而且他的应变力非常的快 因为当事情一发生的时候 他可以马上把他的生意转换到网路上去 那我也有遇到一种街边店 就是那个老板呢 其实他就是没有做网路的 他完全就是靠他原本的旧客过去回购 或者是只是在脸书上或是po一些文章 他店是直接打烊 我有一个街边店的老板是这样 他店是直接打烊的 其实我就觉得他蛮可惜的 因为虽然说他打烊一天两天 但是你怎么知道你会被打烊一个月呢 对不对 好打烊一个月他可能就要倒了 对不对 好所以呢 我想要跟大家讲的是说 在现阶段这个情况呢 我觉得大家面对到第一关最难的问题 应该会是在老板用疫情这个方式去拒绝你 好因为他会觉得他还要去想一想 怎样去 还要去想一想 然后他才要决定他要不要跟你谈 好那遇到这种情况呢 我跟大家分享我自己所看到的观点就是 第一个我刚刚讲的他有没有能力转换到线上去 跟他有没有必要转换到线上去 好这是两个方向 我们先来讲有没有能力 有没有能力的意思是说 如果今天老板跟你讲说 我今天如果要到线上卖吃的 好像我今天看的那个案例是卖吃的 好卖吃的他要到网路上去卖 他就必须要克服几个问题 第一个包装运送 然后他的食品适不适合做冷冻 好因为你不可能 你不能做生鲜宅配嘛 除非你走Uber 对不对 如果你要走网站的话 他势必要能够做到这些事情 那如果他现在没有能力 把他的产品做冷冻 或是做运送的方式 做网路订购的话 那这种老板 其实名单你就留着 也不一定要逼着他现在去做 因为他现在就没有能力去转换 他的生意到线上去嘛 所以这个名单的顺序你就要往后摆了 因为他现在没有能力做这件事情 那你就必须要往下看 还有哪一个名单的老板 他是有能力可以做这件事情 只是他现在还来不及做的 好所以这个部分 我觉得大家要开始去区分清楚 业主是不想还是没有能力 不想跟没有能力 你要处理的方向是不一样的 好所以呢 如果是他没有能力的 那我们就不要逼他 因为他现在就是没有能力做这件事情 你逼他也没有用 他也知道这是个趋势 可是他就是做不到 等到他有能力的时候 我们可以再回来跟进他 但这名单你就要持续的去 保留持续的去跟进 那如果说他是有能力 只是他现在还在犹豫 或是他不确定这样做 是不是合适 其实你可以直接告诉他 这就是你必须要做的事情 因为当接下来 如果说到了 我们到了一个更严密的阶段 到封城 甚至于到了就是可能 人家也没有办法 短时间之内 这个状况是没办法解决的 老板你生意要不要继续做下去 你全家可能就靠 靠这个行业 靠你现在在做生意来吃穿了 所以呢 你要把这个危机性告诉他 然后开始去跟他聊 他到底担心的是什么 然后去区分他 我刚刚讲的 他是没有能力 还是他不想 这是两个不同的事情 好如果说我们讲说 我们现在讲 如果说有一些老板 他就觉得说 其实我很想这样做 可是我不确定我做不做得到 那没关系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这个资讯表拿出来 跟他做一个分析 你现在所卖的这些东西 有没有可能放在网路上买 先去帮他做评估 所以讲到这边 我还是要持续的提醒大家 你的名单的数量有多重要 因为可能因为你这样子塞下来 你可能会塞掉一半的老板 他是没有能力做网路生意的 那你怎么办 你还是要找那一些 有能力去做网路生意的老板 好所以呢 你的名单数量如果不够 你连这样子初步的筛选 你都做不到 因为你根本没得筛 好那 接下来如果说老板 他有兴趣要做网路生意 他也知道说 我现在就必须要做网路了 我必须要往网路去做宣传 甚至我必须要能够提供 送货这样的一个机制的话 那 他接下来会怎么跟你谈呢 他可能开始要做比较 比方说我到底要选择你们美美安的平台 还是我选择别家的平台 大家要知道现在有很多在台湾做家站生意的公司 都已经一直在脸书上打广告宣传 然后做什么招商啦 甚至于做一些产品说明等等 那所以呢 各位其实最通常呢 最后的时机就是最好的时机 那我们是不是能够把握这个时机入市呢 就看各位在接下来这一段时间 我们如何去引发老板的兴趣 甚至于帮老板收集更多的资料 让他能够去做一些更明确的比较 好 那今天美国在讲这一块的时候 其实当然他可能有提到的点是 我们新的平台Oasis 那在我们还没有进Oasis这个平台之前呢 我大概也整理了几个比较的方向给大家 那你如果知道我在讲是谁 你自己心里面知道就好 那当然我就有规避掉一些 就是我不能写出来的东西啦 但是呢我想跟大家讲 就是说在比较上面这件事情来说 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比较 好 现在呢在网络上有非常多的这个网站 他是强调一夜市网站 好那这些一夜市网站 当然他未必是诈骗啦 当然我们都会说 很多诈骗的网站都是一夜市网站 一夜市网站固然有他的优势 但也有他的缺点 所以各位要注意一件事情 当你在跟老板比较这些事情的时候呢 你不能一直去攻击人家 好我们要让老板了解的是 我分析给你听 好那我分析给你听 你听完了你觉得我讲了有道理 我们可以继续谈 好或者是我可以给你别的建议 好所以各位要记得你是一个顾问 你是一个行销顾问 你不是业务员 业务员是hot sale 就是动不动就是一直在卖东西 但你是个顾问 顾问的意思就是我 帮你找出最适合解决你的方式 好那就像我第一个礼拜讲的 最能力最好的这个行销业务人员呢 他是能够把老板完全去导向 他想要他去的一个方向 好那这些夜市网站 当然他的优势就是 他的月份很便宜 非常的便宜 如果各位有仔细的去看的话 好那当然呢可能有一些 夜市网站他会强调说 哦某些限定方案他会送SSL SSL就是我们全占加密 可是大家知道我们网络中心 你不用什么什么 你只要有购物车 我们就是送你全占加密 好这个就是我们原本就可以送的 另外一个呢我发现到就是 他们的售后服务方式只能用私讯 好你有问题私讯我 或者是呢你自己去我的网络上看 我的什么帮助中心 我的那个解说等等的 好所以其实我要跟大家讲的是说 当我们在做这些分析比较的时候 我们自己要知道别人提供了什么服务 然后相较之下我们的优势在哪 那你才能够进一步的去跟老板讨论 他到底要选择谁 好那其实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方式去做比较 是因为我们要让老板知道的是 你今天不跟我买 但是我就是有足够的行销资源 行销资讯我可以提供给你 好像这一些网站 他们都是强调技术面 也就是说他会强调说 我有很多的技术 我可以帮你做多少生意 可是其实没有人去辅导他们 做这些网络的行销 其实你仔细看 好所以你看这个一页是网站便宜 然后呢他限定方案也有送SSL 但是呢他的售后服务方是什么 私讯就是你有问题你私讯我 好或者是你直接去看我的部落格 他没有真人的服务 那当然他就很便宜 好再来一页是表示什么 他没有办法新增各种页面 我要跟大家讲 为什么新增各种页面这么的重要 你今天如果要做一个档期活动 尤其像现在对不对 像现在很多 已经在网络上做生意的业主 他都会把掌握这个时机 开始去宣传相关的产品 比方说防疫的产品 比方说让人家订购的产品 所以你原本的资讯不用拿掉 你就可以再新增一个相对应的主题资讯 我们叫做lending page 对不对 你今天如果有很多活动 你就可以新增很多个lending page 但一样是导入到你的网站上去做这个解单 所以一页式就表示他没有办法新增各种页面 你要换 你就是整个页面的内容可能要换掉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我自己目前看到的 他的优势跟我觉得我们有可能去跟老板做比较的一个方式 再来就是另外一家 好 这一家呢 他有分很多不同的版本 然后呢 他有分年角跟月角 好 那你就看到 哇 年角看起来好像还蛮便宜的 好 那你看哦 他还强调说 哦 他一年四万七 然后可以给美安串接 然后等等等等 可是呢 你看他月角的费用 哇 他一个月要四千五 好 所以 大家在看这些事情的时候呢 要跟老板讲的点 就是说 老板你觉得我一个月二五二八很贵 但是其实呢 你会发现同样的内容呢 别人一个月可能要四千五 好 所以其实这个在比较上面来讲的话呢 就要跟大家 大家就要用不同的角度去看 当然我们不是说别人这样做不对 我要跟大家讲 这世界上没有什么绝对的对错 只在于我们怎么样去陈述这件事情 所以请大家呢 也不用去 不用去攻击人家 因为这是人家的成本 我们也有我们的成本 是否 好 所以我今天只要跟大家讲 就是说 当我们在看这些内容的时候 你怎么样用我们自己的角度 去跟老板说 好 我们要怎么样去跟老板说 好 所以呢 平常你就要多收集我们这些竞争对手的资讯 然后自己呢就要先做一些其他的比较 好 第三种类型呢 叫做什么 大型购物平台 好 大家最出名的就是一个跟海鲜有关系的 好 那如果知道的人就知道我在讲谁了 好 那当然这一些大型的购物平台 他们也是非常积极的在招商 那当然他们强调就是说 他们没有加战费用 当然因为他们就是直接把商品上在他们的平台 那好处是什么呢 其实对老板的好处就是说 老板呢 就是可以无脑经营 什么叫无脑经营呢 就是他根本不用去想行销活动 反正平台跟他讲说 我今天有哪个档期活动 你就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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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你就提供我 那个产品 提供我抽奖 提供我什么 做直播 对不对 好 好 非常好 因为平台都已经帮你规划好行销活动 你连想都不用想 你只要做什么呢 老板只要负责出货 跟回应客户的问题 这样就好了 好 那我要跟各位说 这样的平台其实没有不好 对于某一些能力有限的老板来说呢 这是一个好方法 因为呢 他就是完全不用想 就是人家平台告诉他怎么做 他就怎么做 他只要负责出货跟销活就好了 可是呢 他的缺点是什么 第一个 他没有办法接触到会员的真实资料 我觉得其实经营会员这一块呢 终究还是你在长久经营生业上面 必须要去做的一件事情 好 那再来一个就是你的品牌 没有办法在平台突出 我要跟各位讲 这些大型的购物平台 除非你是大品牌 大品牌呢 他有足够的行销资源 有钱 然后他有货 所以呢 他可以配合这些平台去做很 很深的这个杀价的这种低价的策略 甚至于免运的活动 可是一般很多中小企业的中小型的商家 他们可能是比较没有办法做这件事情的 好 那所以呢 其实你如果要在这些平台上面做一些比较突出的这个活动的话 我跟各位讲 你花的钱还不少 好像据我个人的这个看到的资料呢 大概你一年花二三十万做行销活动 就是都有 他们的这个价格其实都是有的 好 那另外一个呢 当然你说 哦 我在这些平台上面 我就不用买脸书广告 我也不用做Google观点子 很好 对 你就不用花这些钱 但是呢 你今天如果要在这些平台能够被看见 你还是要投入这些平台 他所提供的广告方案 你还是得花钱 好 我要跟各位讲 像这个海鲜大型购物平台 他的广告方案呢 其实投入 但他没有最低的金额限制 但他投入到十几万关键字广告的这个业主 也不是没有 因为你要想这么大的平台 这么多的商品 这么多的店家 你怎么让人家看见 这是一个非常头痛的问题 好 那再来呢 当然 甚至于呢 这些平台他会要求你 哦 你自己去投放广告 可以 但是你的流量要导回我的平台 你等于花广告费再帮他赚流量 好 所以 其实这一些呢 都是我观察到的一些内容 那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那当然就是说 呃 我们这次训练课程呢 是针对内部训练 所以我也请各位呢 不要把这个资讯呢 是随意截图 然后就贴在网路上 或贴在这个脸书上面 赶快去跟老板讲 哎 这个是我观察到的一个现象 跟我观察到我觉得各种平台的优缺点 好 那 所以我要跟各位讲的是说 当我们在做自己在做比较的时候 我还是要回到刚刚那件事情 第一个 你要看老板是能不能还是他想不想 我刚刚讲 能不能是关系到他目前的阶段 适不适合做网路生意 好 那现在事情 就疫情发生的这么突然 我必须要说 很多呃 比较中小型的老板 他是措手不及的 因为我刚刚讲了 今天他如果卖吃的 他要做冷冻 他要做包装 他都必须要去找工厂 他都必须要去找机器 所以在一时之间 他可不可以做这件事情 他未必可以做得到 哦 所以对于这样的老板呢 我们也不用强迫他 其实我跟各位讲 他你就是把他留下 当做一个名单 当做一个人脉 还持续的去跟进他 等到他准备好了 那也许他就 这就是你可以跟他 再往下走的下一步 那如果说 有一些老板 他已经准备好了 他像我刚刚讲 他可能就去比较过很多平台 假设你对这些平台 营运方式 跟他们的这个营业模式 你都有一定的程度的了解 其实接下来你就会发现 以我们家来讲 我刚刚讲了 我们家也不是100分哦 网络中心不是100分 但是呢 我们也是有比这些平台 好的地方 起码我们有什么 无限流量 对不对 我们有无限次数修改 你要改几百次 改几百次 无限增加页面 我刚刚讲 你今天有任何的档期活动 你要打 你都可以做一个 Landing page 去打 档期活动 随时拿下来 随时放上去 这个其实就是保持一个网站的弹性 好 像什么是Landing page呢 如果各位 有在我们shop上面逛的话 你就会发现 我们有很多档期的活动 像现在有端午节 对不对 先前还有一些 什么夏季的一些活动 那一些档期活动 你点进去 我就会连到一个 所谓的Landing page去 就是它的主题页面 好 所以这个其实主题页面 其实对于老板在做行销来说 是非常必要的一件事情 因为你要聚焦消费者的目光 到你要他去的地方 好 所以呢 然后再加上我们自己 还有能够去优化 我们自己网站的 搜寻引擎的功能 最重要就是 老板可以获得我们的 无限的支援 只要你是用购物车的老板 你要随时打客服电话 你爱什么时候打 就什么时候打 你也不用私讯我们 你就是打电话去 立刻就有真人帮你服务 而且很多时候 其实我知道我们的客服 根本也不会真的 叫老板自己去解决 他可能看 如果这个问题 客服那边可以处理 客服就会帮他处理掉 所以 其实这一些都是 老板付2528的一个价值所在 2528不是只有代管费 如果他只有代管费 他就是太贵了 我们背后 其实还有这么多不同的服务 未来我们的购物车 有升级 有新的功能 老板都可以来做使用 那甚至于像有些老板 他如果预算 可以再更高一点点的 他也可以买我们的管理月费 4770的部分 为什么 每个月我们有10个小时的时间 可以帮老板来做基本的维护 跟如果说老板有什么地方 要改字改图 他都可以透过 4770的服务来做 所以这个部分呢 就是先前我们知道了别家的一个状况 我们知道我们竞争对手的状况 回过头来看看我们自己 其实你会发现我们可以提供给老板的部分 也是很多 也是很多 好 那接下来呢 几个重要的工具 还是跟大家复习一下 我们的这个B2B的服务目录里面 当然就我们基本的这些产品了 另外一个 在邀约会谈之前呢 可能老板都会问你说 那你们公司除了你刚刚解释的这些之外呢 那你们公司还有什么其他的特色跟优势指南 那像这个电子档就可以传给老板 我传LINE给他都可以 但是你也可以跟老板讲 老板我给你讲我们的东西真的非常的多 所以我相信你也没有时间看完这些内容 那不如呢 我们来讨论一下你自己想要怎么做 然后呢 你可以告诉我 那我们可以来约一个小手会谈 好 那当然可能在约会谈之前呢 像我刚刚讲 就是说因为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嘛 所以我看到有好几个伙伴都跟我说 哦老板因为疫情的关系 他可能暂时没有考虑要做 好其实我要跟大家讲 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你现在才要赶快来部署 因为你不知道之后会变成什么样子 好所以呢 其实我觉得 有的时候老板只是在犹豫 那当然他在犹豫的情况之下呢 我们可以用一点点的 这个资讯跟急迫感 让他知道说 其实你真的该做了 好 那接下来有几个 在联络的情况之下会产生的情境呢 我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 像如果说我们常常会遇到有一些老板 你要跟他谈这件事情 他就跟你说 哎有有有我跟你讲 我现在有找我们亲戚的一个什么小孩 你很资讯系的 反正现在呢在家上课 常常也都没事干 那我就叫他帮我做网站 好那这时候呢 你也不用觉得太伤心 就说哦太好了 老板你真的是知道 这个一定要超前部署 要不然的话呢 接下来呢 这整个情势怎么样变化呢 没有人知道 但是呢 其实这件事情真的就是要做 哎那我可以问一下 你这亲戚小孩 现在帮你做到哪边了 那你大概跟他沟通哪些人 我可以帮你看一下 就是说哎 是不是有做到 我我们建议的这个 我可以给你一些建议 好 所以这个部分 其实也不用太担心说 哦老板用 他用这个方式 当然就是要拒绝 但你也不用觉得太伤心 的原因是因为 很多时候呢 这种找亲戚朋友做的 通常会做出问题 好那做出问题 当然原因有很多啦 因为可能老板为了要省钱 然后叫什么 什么人家的 哪个亲戚小孩念资讯的 或是做网页设计的 帮他做 我要跟他会讲 做网页设计不一定会加战 念资讯系也不一定会加战 这是两回事 好所以呢 这时候你就可以 换一个方式跟老板沟通 哎那我可以大概知道一下 老板你想要做什么样的网站 或他现在帮你做到什么样程度 哎那你网站做好之后 有没有想要做什么行销活动 或怎么去宣传 因为毕竟就很像 你在网路上开了一家店 那你怎么让人家知道 丢出一些问题让老板去思考 然后呢也许 哎你们就有机会可以继续聊下去 那另外一种老板就会跟你说 啊没有没有没有没关系 我们现在呢就用LINE结 用LINE收单 然后用那个什么FB收单 我现在有很多的外挂程式啊 也都会 呃这个 呃跟你就会提供一些额外的服务啊 什么LINE收单啊 对不对 FB收单 非常好对不对 好可是呢 你用这样收单的方式呢 你也可以去问老板说 哎那你这样单子收进来 你的资料够完整吗 那你可以去统计吗 你可以知道说 大概哪一些产品怎么做吗 还是你要怎么样去去做这些出货 好所以其实这一些你都可以跟老板聊 他现在是怎么做的 为什么他要这样做 他做的对他有什么好处 或是他现在这样做 有没有帮助到他解决什么问题 那另外一种就是多少钱 好因为老板 有些老板他第一时间就说 啊你我觉得是要做啦 那你可以跟我讲一下 你们公司的这个产品要多少钱啊 好那可能有些伙伴就会开始很紧张 啊糟糕糟糕 他问我要多少钱 好那我跟各位讲 其实价格当然就是掌握在 各位的手上咯 好那我觉得现在啦 因为疫情的情况比较紧急 大家也可以去想一想 好就是说可能我们在报价上面 也可以给老板一些优惠 因为毕竟我觉得我们利用我们的产品 帮老板能够去解决他现在销售的困境 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好所以呢各位呢在价格上面呢 我希望大家呢可以这个出手的时候呢 可以稍微给老板一些空间 让他们能够在很快的情况之下呢 可以赶快的把生意转到网络上去做 好那所以呢你可以告诉他说 其实老板因为呢现在公司因为疫情的关系呢 其实我是可以给你一些折扣 好不过呢在给你折扣之前 我得先看一下说 哎你大概想要做到什么样的网站 然后你想要有什么样的功能 那可能在销售会谈上面呢 我们可以先让你了解一下 我们的产品适不适合你 要不然呢就算老板我今天打了很大折扣 我想是一定要做的好那如果说你觉得这个生意 你必须要长久经营 你全家就靠这档生意吃穿了 那你一定要找一个备胎 还是说如果有空的话呢 我先跟老板做一些规划跟建议 你先考虑看看 如果你觉得适合我们可以再聊 所以我必须要讲的是说呢 其实有一些今天才升级到全国三级嘛 对不对 好先前还没有升级到三级的时候 可能其他县市的老板还不觉得紧张 好现在升级成三级 我觉得真的是一定要去做这件事情了啦 好那当然就是我刚刚讲的 还是要考虑到老板能不能跟想不想的状态 如果他是现在就是不行 那你也不能逼他 但是你可以告诉他我先帮你做一些规划 日后有需要我们都可以再谈 好那当然可能这一些可能大家有听过 你可不可以寄一些资料给我看 我已经在用别家了 或是我已经跟别家买了 好这种可能都有遇过 好啊我觉得我现在网站也还不错 运行了还不错 好那如果说他跟你讲说 我已经跟别家买了 好那你也可以很大方问他说 哦真的吗老板你真的是很聪明 的确现在真的是要做网络生意 那我可以知道一下你是跟哪一家买的吗 好那你觉得 你觉得他们目前的系统还好吗 有都有解决到你的问题吗 好等等的 你都可以跟他聊 其实 呃我觉得做网络中心 或是做任何的销售 我们自己的心态要开放一点 今天不管老板给你什么答案 我们都要用正面的方式去看待 不要觉得说 哦老板你觉得也是这个 我跟你讲很多都会被骗 我不太建议大家这样跟老板讲 因为其实是老板选择的东西 好他今天既然选择了 我们就希望他可以做得很好 如果他做得不好或是他有需要我们帮忙 我们都可以随时来做帮助 好所以这个部分呢可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那当然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呢 就是我先前有跟大家说的 其实我们要持续的去保持聆听 好当然我们今天可能知道很多市场的资讯 你也知道可能各家的优缺点 但是呢用使用产品的人是老板 他觉得好不好才是关键 好所以我们在聊天的过程当中 我们都能够要表现出 一个聆听跟 让老板去表达他的这个 这个意见跟想法的时间点 好那再来就是要跟大家讲了 就是说怎么样去预防取消跟失约 因为可能现在我们要约见面已经很难了啦 因为现在都不能出门嘛 好所以今天其实有伙伴写一面问我说 啊怎么办我现在都没有办法出门 见客户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吗 第一个大家最常用的LINE咯 LINE视讯咯对不对 不用钱好那当然今天比较 不要断电都没问题 好所以呢你可以很简单的用LINE视讯 好或者是说甚至于呢就直接 有机会的话就直接约销售会谈了啦 不用等好就直接让我们的专员来跟他做介绍 那当然你约任何的会谈之前都请确定一下 你今天老板都会出席 然后重要的人士都会出席 免得你花了很多时间讲完了之后呢 重要人没来 结果你还是得再讲一次 就浪费你自己的时间 好那当然如果说今天你还在一个咨询的阶段 比方说你今天可能是打电话打LINE给他啦 或者是说你今天是打电话给他都可以 那在进行咨询的过程当中尽可能的去问到所有的相关的问题 你的意见不重要 因为你今天知道别家卖多少钱也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要先知道老板需要什么 好然后再来就是你要先确定他是对的客人 我还是在强调这件事情 我们家的产品不是100分 没有一个人的产品是100分 好但是呢我们尽可能的去评估有没有可能是对的对象 所以还是一样回到最开始我讲的你名单要够多 你到这个阶段要筛选你都还有的筛 你名单一旦不够多你怎么样都筛不出来正确的客人 而且你会把时间浪费在不对的人身上 好所以你在进行咨询的过程当中一定要确定一下 对方到底想要做什么 他的想法是什么 他对于这件事情有没有什么想法 如果他没有想法 那么你可不可以透过我们的行销手册给他一些想法 各位不要忘了你手上还有一本专业的行销手册 好所以呢其实在这整个咨询跟聊天的过程当中呢 我刚刚讲了其实你知道多少事情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有没有认真听老板讲 那当然呢你在听老板讲之前 你自己有没有做到一些功课 这个是我觉得很必要的 好功课就是我刚刚讲 你在行销手册里面有没有拿到一些想法 他的产业别你有没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你有没有做好顾客研究 你有没有知道他今天对手在做什么 好你有没有先从行销计划里面去找出一两个 适合他的方式 把报价准备好 好我们不是还有一个套装产品的网站吗 上面有建议的报价 你有没有把这些资讯准备好 然后呢听他说 好听他说 在适当的时机呢 才把你准备的资讯拿出来 好那当然我们刚刚讲 其实请听的艺术 多数还是在于你有没有去听他在讲什么 你有没有去认同他的想法 固然他有些想法不一定是正确的 但是这个毕竟是他目前可以理解跟他可以了解的部分 好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们就是仔细的去聆听 仔细的去看他到底需要什么 我们可以帮他什么 好对你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就是要安排跟进跟追踪 好因为我刚刚讲了 其实每一个老板他可以的时间都不一定很多 好那你自己既然掌握到一个机会 可以跟他做会谈 那么你就一定要把这个案子继续的往下一步去推进 不管下一步是你下一次还要再跟他再做一次详细的讨论 还是你要跟他约销售会谈 你自己都要先想好你下一步要做什么 好那第三周呢 我们就是就刚好第一周 第二周大家发生的这些状况 我们结合到第三周的课程里面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那我今天加码了一个有关于跟竞争业者的一个比较 好那其实我还是要再讲 比较不是去攻击别人 也不是去说别人多贵 好别人多贵的是人家的事情 重点还是在于透过这样一个比较 我们自己很清楚 我们自己在这个市场上的地位在哪边 你自己的角色是什么 你是不是透过这样的一个市场分析 可以给老板一个更专业的建议 我觉得这个是老板看到你的专业程度 好所以呢 请各位呢 如果这个礼拜呢 你没有 你该联络的人数没有达到 请你继续的努力 好然后继续的去安排咨询 跟邀约会谈 那会谈这边我已经有跟网络中心讲了 因为现在台湾因为疫情的关系 很可能我们最近会有一些大量的会谈 好所以如果大家可以约到的话呢 就尽可能的去预约我们的会谈 透过会谈的部分呢 让专员去帮你解决一些技术性的问题 因为那技术性的问题 等你自己学到会呢 你都已经来不及卖了 好所以不要再做这些浪费时间的事情 你现在要做的事情 就把时间去用在预约销售会谈上面 好去提交你每个礼拜的作业 好然后呢 把你遇到的挑战跟困难 你都可以email给我 那像这样子 我们在每个礼拜的课程里面呢 我就会把它放进来 让大家知道说 可能我们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去解决 好那在结束之前呢 我还是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表格 那这个表格呢 我会在email给有参加我们竞赛的这个伙伴 然后我也会放在社团里面 这是今天早上呢 我做的一个名单记录范例 好那这个范例其实 我的设计的方式就是说 可能第一个你在这边要写 你可以写一个业主的名字 然后业别 好名单来源跟你的联络方式 好那这边你有没有看到 我至少留了十格给你 我跟大家讲哦 其实一个老板联络十次以上都不为过 所以你看我联络留了十格给你们一个老板 好那联络日期你可以写在这边 联络的结果我下一步应该怎么做 好所以这边呢 我希望大家呢 这个表格对大家有一点帮助 因为我发现有些伙伴还是习惯用手写 那手写没有不好 可是万一那样子掉了呢 就不见了 所以如果能的话呢 我们还是可以用这样子一个比较有规律的方式来做进行 那当然如果你自己已经有一个你习惯用的表格 那你可以去用没有问题 那这个表格只是我今天早上想到说 诶可能还是有些伙伴他不习惯用表格的方式去做表列 那还是可以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所以呢这个是我今天呢 帮大家做的一个表格 那我会再提供出来给大家做使用 好那我们以上的课程就到这边暂时告一段落 那待会我们一样开放QA的时间来让大家问问题 我们下礼拜三晚上再见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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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